九亿多情 边省行行 一年又来在茶里面 整一些边省回去包鲜汤 到处是脸凤 下面有一个亮火 这边的鱼 我吃的老子 周河边上又被人家挖了 还说我们这里没人挖 你看到没有 到处都是这种坑 我挖的一般都肥田 这早下有没有漏网的 人家挖过的确实难找一些 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没货 看这里 看这查一宿旁边 这里面就炒盖住了 看没有 看着人家挖的这么大坑 还是帮他填回去 免得这个查林管理员 到时候看到了还以为是我挖的 看着也不舒服 这里又有副 下锅鱼都知道这个边手好找一宿 今天人家来过 今天人家来过 想找一盘还是比较努力 够肥 牛来过这里 这里都是脚印 但是这边上我感觉是有个编绳的 你看 看这个地方不对头 哇 这个就有漏了 这个就有漏了 找他也没一点难度 打开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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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上来采一会就整了十几道边笋 今天要拿这些边笋 去煲一道最鲜美的边笋汤 个个都是亮火 还是提醒大家 咱们再挖边笋的时候 这个土一定要回田了 这样的话 下次又可以挖很多 而且的话人家也不会说啥 咱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好了 把这些带回去处理一下 这里是净重1646克的边笋 我们来看一下能播出多少了 这一根下部有点泛黄了 这种的它漏就少一点 像这个 肥的漏多 藏在图里夜深的边缩也好 拨好了 我看一下这里多少肉 看这一根都有42克 514克 都是特别嫩的 像这一根 你看到没有 如果是用煲汤的话 这一根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炒的是 就像这种的 再把这只大沫鱼放到火里烤一下 好 10分钟 浇 Maribez 鸡眼镜 煮动 煮干 切粥 薄酱 煮 del面 将洗好的边笋切成薄片 我们也可以切丝 非常嫩 切了三分之二 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还有一点留着下次炒辣热 或者炒热也可以 非常嫩 加一点肥热 增加一点油味 好了 现在盖上锅盖 是一种嘴巴吗 嗯 还要不要 不要了 看 看 看 你怎么全部搞得省 省好吃吗 我好吃